爸 嘉欣姐 给你准备的酥肉 吃肉吃肉 余先生 你好 我是骆家衡的姐姐 您放心 我和我妈妈都不会允许 我的弟弟跟你的女儿 有任何的关系 好啊 好啊 来得真是时候 真是巧啊 你们外国人 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 就了不起吗 我们嘉瑜孝说 爸 绝对不会 跟你弟在一起的 爸 你别说 他不配 别说了 爸 那你最好管好你的女儿 而不是我弟弟 你 爸 别说了 骆总 你今天在公司说的话 还不够多吗 刺激我的话还不够多吗 你怎么还阴魂不散了 骆家欣 这是我跟萧萧之间的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嘉恒 你难道没有看出来吗 我这里根本就不欢迎你 我们欢迎任何人 但自以为是的女魔头 我们可不欢迎 萧萧 不管嘉欣姐跟你说了什么 以我对她的了解 她至少是个公私分明的人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 你们先走吧 嘉欧 你怎么跟那姐姐说话呢 你知不知道你姐是为你好 要不信 姐 别说了 你们老是说为我好 如果真的是为我好的话 今天就不该来 你干吗把她带来 你嫌这里不够乱吗 姐 姐 别伤心了 佳恒说话是挺过分的 但是总有一天 他一定会理解你的 我没事 我没事 走吧 我送你回家 不用了 我自己回吧 盈夕 你帮我好好照顾佳恒 我担心她情绪激动 身体 我知道 我会的 你放心吧 我没事 那我就先走了 余叔叔 我不知道你对我有什么误解 但是 我已经决定追求笑笑了 而且 我一定会追到的 小子 你要先搞清楚了 余笑笑是我女儿 笑笑 我绝不允许你跟她来往 如果你非要跟她好的话 你就永远不要进我们家的门了 爸 这二十几年 就当我白养你了 爸 你怎么能这么说 余叔叔 从小到大 笑笑都很听您的话 您这次 就别为难她了 余笑笑 该说的话 我都说清楚了 你自己考虑吧 余叔叔 我想 我们都该冷静一下 我先走了 佳恒 爸 你这次真的太过分了 笑笑 笑笑 骆家衡 骆家衡 你跟本小姐站住 你生气了 没有啊 生气了 真的没有 我只是 只是 不想你为难 我也没想到他们反应这么大 尤其是我爸 他已经从不这样呢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有办法让他接受你的 所以 所以 我还有希望了 嗯 所以 你同意了 嗯 本小姐可没这么说 看你表现啊 晓晓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 我先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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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说好